陳光誠在記者會上致詞時表示 能得到美國天主教大學政策研究 和天主教學研究所 威瑟斯旁研究所 和蘭托斯人權與正義基金會的聘用 他感到莫大榮幸 我站在了一個新的起點上 非常感謝這三家機構 對我的支持 共同搭建這樣一個人權平台 便與我們講出 中共當權者迫害人權 慘無人道 威脅人類文明的事實真相 這位被稱為中國人權領域 領軍人物的活動人士 在記者會後 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表示 在新的工作崗位上 他將獨立自由地繼續從事 關注和推動中國人權 等與普世價值相關的活動 陳光誠抨擊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上台以來 在人權方面的倒退 和北京政權加緊抓捕 異議人士和公民運動活動人士 大力壓制言論自由的行動 他認為中國當局對新興的 網絡社交媒體上的活動 極為恐懼 儘管周永康下台了 可是周永康的路線 依然在這種以暴力維穩 以斜壓政治的維穩 依然在全國鋪天蓋地推開 而且現在呢 這種趨勢好像有愈演愈烈的 這種趨勢 最近我們做了一下簡單的統計 那麼他們在國內 已經抓了接近150個人 那麼找來喝茶的 去威脅的 那就不計其數了 美國天主教大學等三家聘用方的負責人表示 陳光誠先生獲得了這三家學術機構 為期三年的資助 美國天主教大學位於首都華盛頓市區 陳光誠擔任該校傑出訪問學者 威瑟斯旁研究所總部在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 陳光誠獲聘為該機構傑出高級人權研究員 蘭托斯人權與正義基金會的總部 設在新罕布什爾州 陳光誠在該基金會的職務是高級傑出顧問 陳光誠對美國之音表示 他和夫人袁偉靖 兒子陳赫瑞 女兒陳克思 目前仍住在紐約 至於將來在哪裡居住 各種可能都有 陳光誠在記者會上 對三家聘用機構表示感謝 同時也對曾冒險探訪他家鄉 東施古村 或以其他方式聲援他的眾多中外支持者 和安排他們一家到紐約的美國政府表達謝意 國內外的朋友們面臨各種危險 依然前去探訪支持和幫助 去年在我們一家危難之時 美國幫助我們脫離魔掌 美國政府選擇讓NYU來負責我們來美的過渡 以及NYU前期所提供的各種幫助與照顧 還有柯教授等朋友們的鼎力相助 讓我們順利過渡 在此我們一家再一次表示真誠的感激之情 與此同時陳光誠也警告說 必須警惕中國當局對學術界和其他方面的威脅 曾參與安排陳光誠和家人到NYU的 紐大亞美法研所教授孔杰榮 10月2號對美國之音中文部駐紐約記者表示 他在陳光誠昨天和他通電話時說 很高興看到陳光誠下一步有了安排 今年6月中旬曝光的陳光誠 被紐約大學現期離校事件成為當時媒體追蹤的熱點新聞 美國之音VOA衛視夜兵金刀華盛頓報道